靜靜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 太要我说明白 爱太深会让 风寬的勇敢 又没盼自己 乱纯你的期待 歌坛很少人 像杨宗伟那样 还只是选秀节目里的素人歌手时 所拥有的光环跟声量 已经让不少明星望其向背 占据好一阵子的娱乐新闻版面 谁也没料到 前景大好的人姓王 出道后却陷入合约问题 最后不得不出走台湾 转移重心到大陆 2017年还唱出破译神曲 杨宗伟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 当时他的穿着打扮 还被人戏称为山顶洞人 这么一个奇貌不扬的人 却有着超一流的唱功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墙 让一切归零在这身巨下 如果爱是说什么 都不能放我不挣扎 反正我也没差 尤其和踢馆魔王肖进童的PK赛 精彩程度至今令人回味 杨宗伟最后在心不了情对战中 成功获胜 正当人气攀到最高点时 却爆出他黄包年龄 最终他道歉退赛 一时的挫败并不影响他的高人气 2008年在小巨蛋开场 是新人里最快登上小巨蛋的 当年还获邀登上金曲 金钟金马颁奖电力演唱 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爱你怎么来了 今夜的你应该明了 越难了 请难了 杨宗伟正式出道的首张专辑名称 取名歌子 粉丝管他叫歌王 超强魅力成为童年上半年度的 唱片销售冠军 其中杨宗更是代表作 他的歌声阳刚而细腻 沧桑悲鸣苦楚 心酸富含感情 辨识度高 感染力强 让人一听就上 如果你愿意 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 你会发现 你会压抑 你是我最爱 最深处的秘密 如果你愿意 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 你会计算 你会流泪 只要你能听到我 看到我的全心 追 可惜的是没多久 杨宗伟和经纪人 许安静爆发合约纠纷 表演受限的他回校园念书 一直到2010年才重新出发 新东家环球 请来音乐大师李宗盛全心打造 杨宗伟自己评价说 是一次从地狱苦行到习近清华的蜕变 火酒浮想 想站着惆怅 真到再却伪装 愿度复苏一场 思念全靠世界 慢慢 慢慢跳跃 虚心欢 视觉地偏方 操练极也温柔其实无妨 别移除了 心痛难道 2013年对杨宗伟而言 是个意想不到之年 参加大陆歌唱节目 《我是歌手》再度翻红 正式扩大了杨宗伟在大陆的影响力 演唱的《征服》 《空白格》 《流浪记》在两岸三地 引发高度关注 最终获得总决赛第三名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猜你也舍不得 但是怎么说总觉得 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的 也许你不是我的 爱你却又该割舍 分开或许是选择 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幽默 2017年演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片尾曲《凉凉》 观看次破译 让它起身破译的华语歌手之一 演唱《三世十里桃花》 有关她的争议事件 除了谎报年龄及合约问题外 2008年 她在纽约的演唱会 被当地歌迷虚报 列出八大恶劣点 Delay已经两小时 迟到又不道歉 换一次衣服 让何音救援 忘辞 94分钟演出 仅唱七首歌 讲错乐手名字 快闪离开 八大控诉 质疑她只想捞钱 2020年 她突然在微博上暴走写下 真的想做女明星 勇敢去动个手术就好 2020了 性还那么足啊 引起外界猜测的同时 杨宗伟又秒删文 另外再发文说 支持变性人 支持女权 支持同志平权 支持弱势族群 所以杨宗伟也是真的没朋友 对不对 真的没有朋友 真的 后来有网民指出 他所指的人 应该是吴清风 两人的恩怨 来自一首歌的版权问题 早前 男歌手刘雨宁 推出新歌 阿默契 作曲人正是吴清风 这歌刚完成时 杨宗伟是想要的 于是去录了一个demo 但最后 没能把歌买下来 直到清风 把歌曲卖给了刘雨宁 杨宗伟好巧 选在刘雨宁发片日 公开自己版本的demo 更写到 心境不同 世界不同 这次杨宗伟碰巧事 的抢风头 引来不少网友出征 太没品了 对形象又是一大重伤 曾经爆红的歌王杨宗伟 有人质疑 是不是因为红得太快 才导致大头症 后续引来 这一连串的负面风波 拥有人人羡慕的歌唱实力 却屡屡因为人际问题 闹上摆面 象征和平的歌词 何时能收起争议骄傲 再次发功 回归催泪歌神 再次让人动心 伤害为了认识你之后 与你分离 一切忘了告诉你 最爱的是你 现在想起来 最爱的是你 我一切忘了告诉你 最爱的是你 现在想起来 最爱的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